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MCO的时候都会有法规 CMCO RMCO他们都有相应的法规 Gazette在政府的网站 就是现报 现报出来给大家知道 法律你一定要现报 所以刚刚在热点的直播之前 我还特地去现报网站看了一下 这个新的CMCO的法规出炉了吗 没有 反而我看到的是 Proclamation of Emergency State的 已经出来了 已经现报了 所以没有 到现在还没有法规 然后我们从3月MCO到现在 看粉常沙比利的国防部长 每天的直播 SOP都由他来发布 但是他的问题是什么 他很啰嗦 他很死气沉沉 我从以前批评他这个东西 批评到现在还是一样的东西 讲东西不清不楚 然后死气沉沉 然后拖泥带水 所以老实说 大家都一头雾水 像我 我是开律师行的 今天MITI已经上载了 他们SOP的list 法律服务是有在 可以允许的行业里面 但是大家的疑问都来了 所以刚才很多读友问我 如果我是可以工作的 那我需不需 我有什么证据 有什么证件要给人 因为总警察长 已经放话了 这次他们的路障 会比MCO还要延 会比MCO还要延 所以很多人担心 他们出去上班 出去工作 会遇到雕难 甚至遇到罚款的情况 所以到底要怎样 去避免这个情况 沙比里是没有说的 我看了他的直播 没有说 然后MITI那边也没有说 其实你去 根据过往的经历 我们去看他的 大家都知道第一阶段 MCO他们要一封信 然后有一QR 这个东西现在还有 如果你以前 我去研究了整个情况 然后我的太太 她是在Essential Service 她在MCO第一阶段 她的公司也是有营业的 也是有开放的 所以她已经在这个公司里面 其实如果你已经注册申请过了 你只要直接进去这个System里面 你就可以打印你的信出来 如果你没有的 最好去申请一下 你要有这封信 不然它可以拒绝你 所以最好要去申请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问题 我们这个政府的问题 我讲得很直接 刚才八度空间采访我 但是据说现在 言论自由有一点收紧的情况 谁跟我说的 我也不能跟大家说 但我要告诉大家 现在政府有收紧言论自由 所以今天八度空间采访我的时候 我有放如无意外 因为不像之前是直接敲定 宏律师我三点半四点会来采访你 用Zoom或者是几点直播 因为现在已经说紧言论自由 所以我们他不确定 什么可以讲 其实刚才采访我直接说 这个政府不死都没用 做得很差 一个这么重要的MCO宣布 拖拖拉拉了一两个星期 我们破两千破三千 破了一两个星期 连续三十多天 确诊破千了 你应该宣布你没有 你拖拖拉拉 拖拖到拜五早上 Nohisham总监说 等一下部长会宣布MCO 他说关于MCO的 等一下部长会宣布 等一下到沙比里出来的时候 他说叫慕尤丁宣布 慕尤丁等慕尤丁拜一宣布 所以出现一个很滑稽的情况 就是拜五的 沙比利 大家万众期待的宣布 他只是宣布说 星期一由慕尤丁来宣布 而慕尤丁拜一的宣布 又有很多空白的地方 很多空白的地方 所以他的宣布 其实就只是笼统 跟大家说 我们分三个阶段 然后MCO的五大领域 可以工作 其他全部不可以工作 但是那五大领域 其实包含了几乎所有的生意 你看航空业是服务业 金融业也是服务业 律师也是服务业 会计也是服务业 然后 原秋业 种植业 还有 运输业 还有制造业 这些几乎涵盖了马来西亚 90%甚至99%的工作 所以你这个宣布有什么意义 所以大家又在等MITI的情况 一如所料 在MCO推行之前 我就说了 政府这次的MCO 肯定不会像第一次MCO 那么严格 说要严格的是总检察长 他是说跨州跨线 他们会严格的执行 但整个MCO到第二次 我们叫他MCO2.0了 他跟MCO1.0的强度 是差得非常非常的远的 像MCO1.0 法律服务是不能够营业的 现在是可以营业的 但是 他又说到不清不楚 法庭有没有开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明天法庭会不会开 如果法庭不开 我就决定跟着MCO关门休息 土地局 吉隆坡跟斯雷沃的土地局 已经宣布 在这个MCO不会开了 槟城的会不会开 我们也不知道 政府机构会不会开 也不知道 所以 这个政府就是完全没有一个配套 头痛一痛 脚痛一脚 要宣布的时候 没有一个完整的配套 就来宣布 然后到现在还是这样子 所以 不死都没有用 所以很多人说 MCO又回来 其实这个MCO的强度 我老实说 我个人真的觉得 应该要回到当时的MCO 大家好好待在家两个礼拜 先把疫情给控制下来的情况 因为我一直强调 疫情就在社区里面了 我们身边到底有多少病毒 有人感染 我们是不知道的情况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 你还让人去上班上学 还可以跨州工作 像我太太现在是在吉达SP工作 她还可以去跨州工作 她从一个疫情MCO的红区 去到非疫情 没有这么严重的周出 这个不是预留了一个 持其彼伏的阶段吗 你在红区压下来了 绿区这边你局部开放的 不是很可能就会起来 这是第一点 它没有统一 这个是最令人勾病的地方 第二到现在详细的条规条例 还没有出来 我不知道底下直播完 会不会出来 根据以前的惯例 我记得有一次MCO他的法规 他一直延长 每一次延长 他就会出行法规 他的法规是到 刚刚好12点他才发布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等一下12点会发布 如果12点以下会发布 有时间我会公布给大家 但现在还是蒙蒙叉叉 还是一头雾水的情况 所以来不及申请 或者是来不及approved的人 只能自己准备信件 所以很多包括饮食业 包括餐饮业 很多独有来问我 又回到MCO的情况 我都是说要去申请 如果没有 先自己准备一封信 如果真的不能 那你就只能打到回复的情况 我们不知道 而且警方在这个MCO 他们握有很大的权力 跟SOP的情况是一样 他说你有违反SOP 你就有违反SOP 你根本不能跟他 argue 他说你要吵 你去找法官吵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是他开放太多的领域了 真的开放太多领域 我看了那个MITI的list 我真的想象不到被关的有什么 除了喝酒 除了娱乐业 这些本来都已经 都还没有完全全面开放的 剩下什么 剩下我可以想到关闭的 就只是美发业 理发业 然后其他几乎全部可以开放 当然他开放的条件 像我律师行 他开放的条件30% 但是这个30% 你要怎样去执法 你要怎样去执行 只有一个人的公司 怎样执行30% 只有像我的公司 只有5个人 Permanent staff 只有5个人 30% 两个人去工作 其他要work from home 所以 非常混乱的情况 我能给大家的advice 当然你要自己写一封信 如果你还要去上班 自己写一封信 但很可能会被reject 因为总检察长跟州警察长 都连续放话 说他们不会轻易放管 所以我老婆也在担心 明天早上上班 是不是要早起 因为过路block会塞车 所以 最担心的情况 就是这个半汤不水的MCO 半汤不水的MCO 压制不了疫情 又浪费了我们的经济 又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然后疫情还是爆发 什么意义都没有 这个是最担心的情况 最可怕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半汤不水 很可悲又被讲中了 所以蛮心痛的 MCO就暂时讲到这里 有什么要更新的 如果有新的法规 挑规出来 我会第一时间更新给大家 感谢观看 看什么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